说完他就蹦蹦跳跳 赶快就咬了一口啊 哇好高兴啊 哇 我告诉你 这个是真实故事 不是我编的哈 这是真的故事啊 这个爷爷啊 这个爷爷讲得很得意 你看 我们家这个孙子多聪明啊 聪不聪明啊 聪不聪明 当然聪明嘛 非常聪明 我们人是很聪明的 因为上帝造我们 就造得很聪明 没话说 我们很聪明 我们很懂得推理 但是呢 我们把推理把它合理化 我们就把错误把它消失掉了 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 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我们犯了些错误 我们不敢面对错误 我们就把错误把它合理化 就消灭那个错误 所以现在有一个名词 我不知道在澳洲有名 我们在台湾叫做 叫做除罪化 就不再是罪了 不再是罪了 这个 苍绩合法化 所以呢 他们就根据统计数字 从古一来就有苍绩 对不对 而现在苍绩也是很普遍 所以呢 苍绩合法化 苍绩合法化 这个稀释毒品 现在呢 也开始不说它是罪行了 稀释毒品啊 这个也正常化了 这个婚外情也合法化了 因为根据统计 婚外情很多 人嘛 人就是人嘛 人就是会这样的嘛 所以就合法了 那婚外情是如此 婚前情也是如此 哇 统统是如此 那结果呢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现在有个现象 就把罪除掉 罪除掉了以后 不是除掉罪行 是除掉罪的感觉 我们把感觉杀掉了 我们把行为留下来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 我们今天的人类 用我们的聪明 把这个感觉 把生命的感觉 给它杀掉了以后 这个很可怕 没有感觉 我们现在最终没有感觉 所以圣经中怎么形容呢 圣经中说 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过犯罪恶 我们人会有感觉的 你做不对的事情 不需要别人说 你自己心里也知道不对 可是我们很聪明 这个又不是离 我们家又不信恐 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就让我们的错误 继续延续下去 所以在今天 我觉得这个时代 当你这样的 用你的诡辩 用你这样的逃避 消灭犯罪感的时候 你会发现 表面上你好像平安了 表面上好像没事了 其实你的里面 还是在那边不舒服 你还是有感觉的 真的把感觉杀光了 那也很可怕 因为我们中国人讲 哀莫大于 心死 如果你的心死掉了 你对人的尊严 尊贵 意义 价值 都已经杀的没有了 就活在物质的满足里面 就活在罪恶的生活里面 好像是 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那就无救了 那就非常的可怕 所以 我觉得这一首歌的第二部分说 干干净净 气质高贵 那我们今天 把那个标准 一直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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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人生变得非常的低标 然后我们就活在低标的里面 自我满足 这个是浪费 这个是伤害我们自己的生命 然后他在第三个部分 他就讲了 他说 在这只空空的杯子内 要装什么水 要去滋养谁 这个很重要 所以 你去读罗马书 你会发现 保罗在写他的这个经验的时候 他说 立志为上游等我 这是行穿游不等我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群死的生命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在逃避 你的错误的时候 当你在逃避你的一些 里面的感觉的时候 你不会平安 今天这个世界 很多人不会平安 他心里知道 他知道这样做 他就完蛋 他知道这样做 他一定糟糕 所以保罗说 我真是苦啊 为什么 因为他陷入挣扎之中 我们今天说 我们要寻求自由 我们要争取自由 这个爱情成口贵 什么价格很高 若为自由 故两者皆可抛 还不得了 自由是那么了不起的 可是呢 我们真的自由了吗 我们今天说 我们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中 那叫做自由吗 我们说 我爱怎么做 就怎么做 叫做自由吗 那不叫做自由 因为你被东西所控制 你被物质所控制 你被欲望所控制 所以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 你是活在一刻的里面 你是活在物质的里面 难怪后现主要说 这样的人生叫做非人也 dehumanized 完全不像人 人不应该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 把上帝拉成这样的话 那个上帝一定不是上帝 上帝不会是那个样子 上帝有他的绝对的 超越的生命的标准 在那个地方 所以圣经上说 我们的上帝 是没有转动的影儿 连转动的影子都没有 从来不改变 所以保罗他就说了 他说我如果是这样的生活 他说我就会发现 这不是我做的 这不是我做的 这是我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 他说我发现 我已经把自己卖给罪了 什么叫卖给罪了 就是我的主权没有了 我不该做的 我拼命去做 我该做的 我没有去做 就是我被另外一个势力控制 我被罪恶的势力控制 我被邪恶的势力控制 我没有办法做 我该做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活出我自己来 这种人 他的生命就完全失去了 所以这一首歌的第三个部分 他就强调 他说但麻烦的是什么呢 在这个空空的杯子内 要装什么水 要去滋养谁 所以保罗说 如果我们里面是装满的是 邪恶是魔鬼是罪恶 那么我们整个人生就是 魔鬼就是罪恶 所以保罗说 我们要求神进到我们的里面来 要求神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这首歌的后面 也就说他说 主啊求你自己充满我的杯 求主进到我们这个里面来 因为上帝在创造你的时候 他就让你成为有灵的活人 灵是什么呢 约翰文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 神是个灵 所以我们拜神的人 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 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 不是用那些祭物去拜他 不是用一些东西去拜他 不是用我们的思想意志去拜他 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 要打开我们的心灵 让他进到我们的里面来 所以这个杯子 这个空空的杯子 你让什么在你的心中做主做王 你就是谁的卢谱 所以保罗说 当我让罪恶卢谱进来的时候 我就是罪的卢谱 我就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 我就不再能够自己自主了 我就变成罪的卢谱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他说主啊 求你自己来 求你自己来 充满我人生的悲 神要进到我们的心中 充满我们的悲 然后呢 这位主在我们的生命中 他要带领着我们 他要引导着我们 去倾倒去给 去倾倒去给 这样我才能活得对别人有益处 这样我才能活得不惭愧 哇 我们的生命就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 当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把主迎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的生命完全改变 彼得他曾经跟随主三年 当主耶稣面对 十字架的羞辱的时候 当主耶稣面对 要被出卖的时候 彼得是很有心要爱主的 彼得说 众人都离弃你 我彼得绝不离弃你 你看他非常了解 他愿意 他有这个心志 他说我要跟随你 我就是不离开你 但是我们知道 后来彼得在一个用人面前 连续三次否认主耶稣 并且还读咒发誓说 我不认识他 哇 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看到彼得是 一个非常软弱的人 然后耶稣的复活以后 耶稣多次的显现 耶稣多次的向他们告诉他 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可是彼得依然没有恢复 彼得说我们去打鱼吧 恢复我们的老本行吧 我们跟随他三年 现在我们完全失败了 我们去做我们本行吧 我们去打鱼吧 那一天晚上他们在 在那个格里沙勒湖 整夜劳碌 一条鱼都没有打到 一条鱼都没有打到 所以他们面对到一个非常大的绝望 就他发现自己想做的都没有做 自己本来可以做的也完全失效 在这个节骨眼上 在这个关头上 很奇妙的 耶稣来找他 我们昨天提过了 我们今天来讲神的恩典 什么叫做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不是说 请你们来寻找神 如果我们今天说 请大家来找神 那把你整死了 你怎么找神呢 你找不到啊 你没有那个本事啊 你没有那么大 你不可能去找到 但是感谢主 圣经中 整本圣经告诉我们 一个奇妙的事情 一个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呢 不是要你去找神 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你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做了什么 对不起他的事情 不管你怎么背叛 我们的神 他就始终在那边 等你 他始终站在心门外 在那边扣门 扣扣扣 等你开门 等你打开门 我们的神 他就是会用我们 这些无用的人 这就是神的恩典 这就是神的奇妙 所以不是我们去找神 也不是我们努力 拼命去做好人 有人说 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 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 基督教告诉你 你的生命中 你被罪恶所控制 你没有办法胜过自己 我想这是很多人的经验 但是基督教的圣经 告诉我们说 这一位上帝从来不放弃你 弟兄姐妹 上帝从来没有放弃你 不管你做过什么事情 上帝从来不放弃你 上帝永远的爱你 圣经上也在告诉我们说 他永远的爱爱我们 他从来不离开我们 因为上帝的救恩 请你注意到 如果你去看那个原文 或者去看英文圣经 就可以看得出来 讲到上帝的拯救 讲到上帝的救恩 他用的都是完成式 已经完成了 已经完成了 罗马书第一章 你去看那个Living Bible 他就说 上帝所有的一切的人 是 all kindness of God has been pulled out 已经倾倒出来了 上帝一切的人 has been pulled out upon our undeserving sinners 倾倒在什么 倾倒在我们这些 不配的罪人身上 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 我们是不配的 我们是犯罪的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是追 我们是躲在黑暗中的 但是耶稣说 我就是那光 光就是要照在黑暗里面 光就是要进到黑暗里面 有了光就没有黑暗 所以我们也许以前有黑暗 我们也许以前躲避光 但是光照出来 我们就被光得着 耶稣基督扣门 他说 只要你愿意开门 他就要进到我们的心中 他就要改变我们的人生 他就要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成为一个心灶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 在提比利亚的海边 耶稣亲自为彼得 他们预备了饼跟鱼 然后要他们来吃早餐 然后他去找彼得 他对彼得说 约翰特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喂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羊 当我们读这段时间 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 彼得这种人 没有什么学问 脾气暴躁 出尔反尔 当众否定羞辱耶稣的名 但是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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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读到使徒行传 我们就发现 彼得成为上帝 所重用的一个仆人 其实我们在信仰的历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我们在宇宙观侍奉 我们就看到 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 其实严格上 我自己也是如此 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第一天已经讲过了 我就是一个 调皮导弹的学生 我就是一个 不喜欢上课的学生 我就是一个充满了 抱怨的学生 我觉得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一代这么倒霉 我在1938年 甚至倒霉 甚至打日本 以后国共内战 我们就逃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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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逃到台湾去 哇我就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因为 在家里 我跟爸爸妈妈讲湖兰话 在学校里 我们讲四川话 到学校里去 要我们讲波波波波 我们都不会讲 我小学六点就学波波波波 我们老师讲 因为我们老师是江西人 他也不会讲 我们调皮不高兴 他就骂我们 所以这个老师拼音乐 拼得很奇怪 我们就是在这种教育里面长大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说 啊那个环境不合适 或者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文化社会不合适 但是基本上 我们是一个犯罪的人 我们是一个背弃 这个常规的人 感谢主 像我这样的人 我高一的时候信主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上帝就拣选了我这样的一个人 高一的时候 上帝让我回到他的家中 当我说 主啊我愿意 他就进到我的心里面 以后我在一个夏年会里面 我说主我愿意服侍你 我就开始走到台前去 我说我愿意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人 以后 神就一步带领我 一步带领我 我到中原大学服务 1966年我开始在中原大学教书 然后1973年 神开始了宇宙光的施工 我就看到我的神 很奇妙的 他就用我们这些一无所有 一无所能的 一步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经历 一步一步让我们走来走出来走出来 当我们越走越丰富 越走越喜乐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发现 我们的主就是一位奇妙的主 祂让我们遇见祂 祂让我们的里面被祂所充满 祂洗净我们一些罪 祂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祂就成为我们的主 祂就把喜乐 把平安 把能力 把那个意象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靠着祂的恩典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侍奉的人 所以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 这样的信息 真的就激励了我们 我们不是等到我们自己变好了以后 我们才能信主 我们是今天 立刻 现在来到主的面前 主就要用我们这些人 所以当主改变我们 这很奇妙的 我信主了以后 我就热烈的热心的去参加 一些宣教的活动 有一次我们的教会 一个步道队到台南市的监狱里面 去打球 跟犯人对打打球 打篮球 我就发现在篮球队的对方 就是监狱的球队里面 就一个是我中学的同学 哇那时候我就很感触 我知道 他的中学比我好多了 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 就是我在那边 然后我在1974年 我就忽利忽利当选了台湾的 十大杰出青年 好奇怪 那时候我人在美国 我的一个朋友 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 他看台湾的中央日报 那中央日报专门在海外发行 他一看这个消息 他就哈哈哈哈一笑 那椅子就翻过去了 我说什么事 他说太好笑了 我说什么事好笑 他说你看你看 他拿给我看 中央日报上面登了 林志平当选台湾十大杰出青年 因为他太知道我了嘛 怎么会选林志平嘛 他觉得太好笑了 后来我回到台湾来以后 记者打电话给我 说林先生啊 恭喜你啊 你当选了十大杰出青年 我说不好意思啊 陈蒙大家错爱 我们都会客气一点嘛 对不对 没想到这个记者 他就不客气 他说对呀 我真觉得很好奇 他说因为你当选以后 有人打电话到十大杰出 这个选拔委员会去检局 我说检局什么 他说人家打电话说 这林志平啊 以前是登记有案的不良青少年 你们怎么把他选成十大杰出青年呢 当这个记者这样告诉我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更加的感动 我知道是上帝改变了我 我知道是上帝的恩典拯救了我 所以我后来 我一直到现在 我对于现在罪恶中的 现在那种捆绑失落中的人 我就特别有负担 我们就希望进到他们当中去 把这样的一个恩典 把这样的一个经验 分享给所有需要的人 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来 得到这样的福音的好处 我碰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比如说我在陈锡会 我在参加陈锡会的服事 我是陈锡会的董事长 我们陈锡会专门去帮助戒毒的人 吸毒的人 你知道一旦染上毒瘾 几乎没有办法 现在所有的结论都是 染上毒瘾无法戒毒 所以我们现在政府采取的方法 叫做减害治疗法 什么叫减害治疗法 由政府供应一种 所谓的毒害比较轻的毒品 叫做美沙酮 你去登记 然后你每个礼拜 或者定期到那边去注射政府 提供的这个毒品 在欧洲有些国家 一个区就是吸毒区 你们可以在那边 没有关系可以去吸毒 为什么呢 他们说染上毒瘾就不能戒 没有办法戒 戒不掉 戒不掉 这是很多人的经验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一旦染上毒品 那简直就是家破人亡 但是感谢主 我们在晨曦会 我们推展戒毒工作 我们提出一个口号非常简单 不凭要务 不靠己力 单靠耶稣 所以当那个人来到 我们的戒毒村的时候 我们最大的努力 就是带他信主 让他能够打开心 接受耶稣基督 进他的心中 让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他 让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他这个杯子 装满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当主耶稣的恩典满意的时候 他不仅是借了毒 而且他会成为一个 更好的人生 展现在他的面前 所以我们晨曦会 到目前为止 我们做的工作 我们的同工 很多都是以前吸毒的 很多都是以前混黑社会的 混帮派的 在三十多年以前 当晨曦会工作开始的时候 哇 来的那一批人都是黑社会的老大 衣服一脱全身绣龙赤缝 都是老大哥来了 但是感谢主 我们晨曦会的总干事 这个刘明和牧师 以前在香港是14K帮的 这个黑社会的人物 他也是一样的 混帮混到没有办法 他是在吊井岭长大的 他的妈妈是吊井岭的传道人 哇这个很麻烦啊 他妈妈在那边传道 传福音 吊井岭就是一个眷区嘛 他们就说 哎 曹教士啊 你不要跟我们传教了 你去跟你的儿子传教啊 你的儿子是我们区里面最坏的人 这个妈妈这个传道 简直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感谢主 刘明和这样的一个人啊 他在那边开始吸毒 然后跟妈妈要有钱 妈妈抱着他哭 他就把妈妈一脚踹开 他妈妈你不要跟我来这招 你如果真的爱我 你就给我钱让我去吸毒 到这种地步 他爸爸气得不得了 就在香港报纸登个报纸 跟刘明和断绝父子关系 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 刘明和继续吸毒 后来他被黑社会绑架 把他乐国打断 把他的这个绞筋挑了 哇 在这种挣扎之中 他出来 他发现他的人生 一点盼望都没有 他经过很多次戒毒 都没有办法 他的妈妈说 要靠主耶稣基督 所以感谢主 刘明和就进到一个基督教的 戒毒所去戒毒 就是叫做晨曦会 他在那边把毒戒掉 他在戒毒的后期 我去那边去研究 毒品问题的时候 我碰到了他 哇 他那时候 还是在戒毒期间 后来我把他带到 泰国北部去 因为泰国北部金山脚那边 有很多的毒品 我带他去看 以后我们就开始 在台湾展开戒毒的工作 现在感谢主 刘明和在全世界各地 到处去 从事戒毒的工作 而我们晨曦会的戒毒所 现在在 美国 在加拿大 在东南亚各地 在中国大陆 到处都有 很多的人进到这边来戒毒 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没有任何人的方法 可以救那些人 只有一个方式 就是帮助他 打开他的心 让他接受耶稣基督 进他的心中 他就能够得到释放 有一次刘明和 阴妖到美国去讲道 那教会就贴了一个海报 请刘明和牧师部到 结果有个老人家 就跑出来说 哎呀 你们千万不要请他 你们被他骗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老人家 是以前在吊金岭 住的人 这个老人家 曾经被刘明和抢过 因为他抢他的项链 一拉 他说 这个老人家是个山东人 他说 他差一点把我累死了 你要不要请他来演讲 请他来讲道 但是感谢主 神的改变就这样奇妙 对不对 圣经上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感谢主 刘明和改变了 以后很多其他的同工也改变了 现在我们派到 这个金山脚地区的 那些借读村的村长 都是我们借读成功的 一些朋友们 他们在那边继续 所以对他们这些人他们觉得 他们今天不仅是借了毒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这个心中的杯子 被神的爱所充满 被神的能力所充满 他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他们不仅是自己借了毒 他们可以进到毒品区 我们过去讲说 你如果借完毒 你就最好离开 离开毒品远远来 免得被诱惑 我们把他送到金山脚去 这个违反 违反一般的理论 对不对 可是他们在那个地方 他们能够站得住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心里面的主 比外面的这个世界更大 感谢主 我们愿意接纳 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中 我们有一位神 这位神比世界更大 比一切更大 所以当你打开心 你说主啊 请你接到我的心中来 你就迎接了那位超越伟大的主 进到你的心中 从那一刻开始 你就看到神在你的生命中 你就看到神成为你的主 你就看到罪恶黑暗的权势 慢慢的慢慢的一步步的离开你 你就会发现 你里面的感觉逐渐恢复 你碰到邪恶 你碰到罪恶 你就立刻会有感觉 然后圣灵会在你的心里提醒你 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觉得这是很大很大的福气 所以今天晚上 我也是同样的把这个信息 摆在各位的面前 我不知道你的生命 现在是什么状况 但是求主帮助你 让你愿意打开你的心 让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中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生命是荣耀的生命 因为上帝在创造你的时候 就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的 因为上帝在创造你的时候 他就在你鼻孔里吹了一口气 你就成为有灵的活人 所以如果你的灵的里面没有满足 你的生命永远不会满足 所以求主进到你的心中 让他成为你的主 把你的生命交在主的主权之下 然后你会发现 你的人生有方向有目的 所以保罗他到最后说 他说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 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 我是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从上面召我来到的奖赏 各位弟兄姐妹 在你的人生旅程当中 你有没有认定标杆 朝着标杆直跑 朝着神的恩典直跑 朝着神的权柄 朝着神的能力直跑 越跑越有能力 越跑越觉得喜乐 越跑越觉得满足 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带给你们的信息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求你在这个时候 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 做我们这个生命的悲 求你的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 主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 让你进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器皿 被你所使用 我们愿意把你的福音带到地极 主要把你拯救的大人 从我们身上的经验 能够分享给所有的人 主要历代的宣教是这样做了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也能够经历这样的丰富 经历这样的人生 让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去给的生命 是一个去倾倒的生命 是一个不再惭愧的生命 是一个充满恩典跟感恩的生命 主耶稣求你帮助带领我们 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 让你住在我们的里面 在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 我还是愿意问 有没有哪一位你说 我要 我需要这样的生命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让神浸在我的心中 改变我 让我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 好不好请你举一下你的右手 请放下 请放下 请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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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还有没有哪一位 请放下 看到了 请放下 看到了 还有没有哪一位 你说我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我要脱离罪恶的权势的捆绑 我要脱离失败的捆绑 我要脱离软弱的捆绑 我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在神的面前 让我的生命充满了 神的祝福跟恩典 请你举起你的右手 我们为你祷告 还有没有哪一位 请放下来 看到了 还有没有哪一位 请放下来 看到了 看到了 请放下 还有没有 今天在神的工厂上 神也需要很多的人 起来侍奉他 你说主啊 我既然藏了你的恩典 我就愿意做一个倾倒的人 我就愿意做一个去给的人 我就求主帮助我让我的生命 也是一个有益别人 有益处的人 人生 你说我要这样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 好不好 请你举起你的右手 请放下 请放下 感谢主 请放下来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主耶稣求你在这个时候 你就祝福所有举手的同工 举手的朋友 举手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的人生从现在开始 有一个完全的改变 也让你使用我们 在今天这个世代中 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人 主啊 让我们生命的悲 被你所充满 有你细心的呵护 因为我们都是你 天父花园中的宝贝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我们也求你 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 每一朵小花 都是你所爱的宝贝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去爱他们 去照顾他们 去带领他们 去把生命的道分享给他们 让他们也能够成为一个宣教 一个侍奉你的人 谢谢赞美你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下面要为各位唱两首 我们最后的诗歌 这两首歌是鼓励我们去做宣教的工作 让我们敞开我们的胸怀 放眼世界 打开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的人生的层次 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一千金光 传播的爱 你让我帮我安慰明 下一千金五年 变为街景 盲碎霜点总的感觉 以你来自 安容我的真心 主动我心深处 使我重新作人 请我要唱 喜乐在悲驰歌 在悲伤的声中 你要听见 你是欢主施主 与大君王独生子 你是我所爱护 我怎样见彼此 你是和平之君 天生醉良之心 你是耶稣 祂就是你 你是阮念 Broken 你是阮炉 intéress vor 天地荒物床召主 你是神帧都是...? 执着生命绝部 你是生命之谅 也许我随随缘 你是念祖 不合乡 你 你是生命的谅 中心有好 我随着生命 是生命之谅 是彼此有自己 是自己的 是真正的 他不明亮诚心 你就是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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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亮真心 你就是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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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耶稣 天的海就许为你呀 就灵魂心的血 神满地说来不上我 妖望我起初点 是我的胸怀世界 直到主才来 求主多心意的消费 不容主尽其道心 道决师将传扬不意 决定其身相依 消融和心的望迹 共战满地说来不上我 求主命中我应该 让人心多灰 就是我的胸怀世界 祂最大使命 今夜就经历这圣经 荣耀主的圣灵 神家心房解开经常 但也求那世无能够荡荡 我今在初见等待 我今在初见等待 神父就再来 只能处再来 感谢主啊 我们这两天的 肯定会很快就到尾身 我们看到主的恩典 我们也谢谢 Malvin的众教会 愿意接到我们在这边 跟他在一起来分享上帝的恩典 我也请求各位为着宇宙光的施工带导 宇宙光是一个凭信心开始的工作 我们的使命就是进到 我们的文化社会历史中去做宣教的工作 所以非常需要教会与同姐妹的支持 带导跟奉献 那我们也带来了我们的杂志样本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们的杂志 或者从那边订我们的杂志 我们就鼓励你订我们的杂志 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特别的方法 比如说如果你订两年订两份 我们就会帮你送一份给你的朋友 换句话说订两份就能订了三份 这是我们到Malvin的一个特别 我们希望要更多的女姐妹 能够参与杂志的订阅的工作 我们也出了很多的书 这次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做完的 这个马里顺这套重书 那这套重书 我们一共这一套重书一共有70本 所以谈到的都是有关于基督教的教会历史 华人的教会历史 30本是论文 有中国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学者 差不多30个人 每个人写了一本 然后有20本是传记 然后有20本是图画故事书 欢迎各位去看 特别是教会 我们鼓励你们买来 摆在你们教会的里面 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参阅 也许这是促进宣教精神宣教工作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套文献 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功夫去做 那希望大家的支持 九头七零六周 我们要来回应 让我们自己陷在你的台上 我已经决定要跟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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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已经听后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把每一位地球姐妹 带到恩主的座前 主因为我们的生命 是祢所选招的 我们花负得是那支杯子 以着水来 四里的活水来 充满我们每一位 叫我们的生命 成为不一样的生命 叫我们的生命产生价值 叫在这世界 黑暗的世界里面 好像真光照亮 在这世界里面一样 主你知道我们有限 但是因为祢在我们里面 不可能却成为可能 主的一切都是因为祢的恩典 我们求主我们把 伴奏的每一位地球姐妹 恭敬的交托仰望 愿主的圣灵拖住我们 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脚步 直到我们见里面 或者主耶稣你再来的日子为止 保守我们回家平安的脚步 带领我们明天的聚会 我们明天的土展 再次的交托在恩主的手中 包括那圣灵宣教的火焰 继续传递到我们这一代的手中 让我们沉浸我们的先人 继续走在宣教的道路上 将祢的道传扬在这个世代当中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祢 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 直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各位请坐 愿神祝福美国 祝福美国 愿神祝福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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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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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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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 结束了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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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